今天來到這裡就是美孚新村對面的荔枝閣公園 這個荔枝閣公園在很久以前是一個荔枝閣的游泳海灘來的 經過很多年之前將這個海灣填土之後 就變成了一個很龐大的荔枝閣公園 荔枝閣公園裡面也有種植了很多的花位 非常漂亮的 不論是賈山、流水、河花池都很漂亮的 如果你們的網友來這個地方想來觀賞一下花位 就可以搭這個地鐵去到美孚站落車 美孚站落車就走回來這裡就可以了 走去荃灣方向就見到荔枝閣公園 荔枝閣公園是非常漂亮的 為什麼呢? 它這裡也有一個叫做香港花位展覽 這個香港花位展覽呢 就是種植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美花 是吧? 真是可以百花增艷 是非常漂亮的 這個花 它的圓林設計呢 設計師呢 也都是把那些花位擺設得非常之漂亮的 當然也都有一個小小的石的路徑 那它的擺設是非常之好 它的設計也都非常之好 那你就看一下 那些花呢 好話不好聽呢 就各種各樣的花 又襯磋了這裡的花堆呢 是一片花海 其實呢 現在在香港的時節呢 現在這日三月四月四月呢 是花位特別開得燦爛的 加上呢 香港的天氣呢 都屬於是炎熱多於冬天的 所以花的生長是非常之旋斗的 那你的杜鵑花又很漂亮 杜鵑花開得很漂亮 杜鵑花呢 這個時候呢 可以講得是 是開得很茂盛的了 杜鵑花一般來說呢 是三四月呢 就開得特別鮮艷的 這個桃紅色的杜鵑花呢 是特別漂亮的 那加上這裏呢 那些花呢 真是無可否認 真是出人之靈 那當然啦 亦都是多得 多謝這位賢文的設計師 可以將這些花 可以擺設 和設計到非常漂亮的圖案 那現在前面呢 可以見到 三條帕大師呢 就在那裏拍下那些花位 今天又在公園撞到他 這麼奇怪 去哪裏撞到他 這麼奇怪的 真是 喝茶又見到他 喝茶又見到他 在街上又見到他 啊 我也不知為何他特別 還有緣分 很厲害 那 三條拍大師 那 再在我的前面呢 這幾棵杜鵑花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顏色很鮮艷 梅紅色的杜鵑花很漂亮 因為對面就是美夫新村 所以你們網民是想來這裡看看 2012年的香港花尾展覽 可以來到荔枝角公園參觀一下 因為實在來說地方很大 如果你來這裡消磨 起碼你消磨有1、2個小時就多 你慢慢欣賞一下它的原文設計 是非常之好 因為它坐落近的是西鐵站 這個就是美夫的西鐵站 剛才我們後面那裡 就是美夫以前的舊的地鐵站 所以你搭地鐵 搭西鐵和搭荃灣線也都可以的 或者東中線也都可以 所以就在美夫站那裡下車 以前這裡來到這個位置 根本就是海來的 就是在這個 以前那裡就是蹄巴來的 下面就是海來的 下面海那裡有很多麻石在那裡 堆設了就是防護欄來的 就是有時候打大風 打風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海浪是涌到二樓那裡的 那些水是直接打到二樓那麼高的 所以很多時候打風的時候都形成了這裡 是一個奇境來的 那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那形成了 就填了海之後呢 得出一個很龐大的土地 那這個土地呢 也都包括有什麼呢 火箭碼頭 是不是 火箭碼頭 那這個呢 就是全部英雄同做的 這個就是河花 這個河花 是非常非常美觀的 那你可想而知 中國的雕刻的藝術 真的可以講得是極之高的 因為你知道啊 中國大陸來講 任何的藝術家都很多的 因為全中國這麼多人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著作 比較精細和精良的技師 那從這裡一路上去呢 是一個山仔 那現在我們沿著這條路呢 就走一走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是很大的了 這地方 所以你們住在美孚來講 雖然美孚有幾十年的 扭寧 應該我所知呢 應該都是接近六年齡代 或者五年齡代吧 我相信 因為實際上呢 這個時間是何時開這條美孚新村的呢 我確實的年份呢 我就不太清楚 應該是六年齡代 都有的了 應該是 那這裡呢 以前呢 這個地方呢 美孚這個範圍呢 以前呢 是美孚遊庫來的 所謂油庫呢 就是儲油的地方 儲油的地方 儲油的地方 那這樣 那以前的蘇聯電台呢 也都在這裡的 我所知 和可可樂的製造廠 也都在這裡 經過歷史的洗禮之後呢 就已經差不多是 是面目 都已經改變了 可以說是面目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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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沒有留到 有些少少 絲毫的歷史痕跡 留下的呢 只是這一片的大地 是用填海的方式 是堆積起來的公園 香港呢 是人都知道的 所有的地方都是填海 而得出來的土地 其實香港的土地呢 如果我們看回以前的歷史 歷史圖片呢 是只不過是一條海岸線而已 而這條海岸線呢 所擁有的陸地呢 是非常之少的 所以呢 就全部都是 由海那裏伸展 一路伸展出去的 就是由陸地那裏伸展出去 那形成了一片土地 那當然呢 也多得以前的 英國殖民地政府 和所有的官員的努力 和構思 和長遠的計劃 所以形成了 我們今天所見的呢 是非常之靚的 所以有時候這些事情呢 歷史的情況呢 是不能勿殺的 這些是無可否認 它有它的建樹在那裏 你只是看馬路就知道了 那些街燈都多 是不是呢 街燈都非常之多 差不多25米呢 都已經有一條街燈的了 所以形成了 香港的晚上 很多地方呢 都不會有黑漆漆的 是非常之好的 那現在我們所看到呢 這裏呢 就是美孚新村的第一期了 這裏 即是可以說得 美孚新村開村的時候 這些樓已經是存在的了 這裏就 在後面那裏呢 就是比較後期的了 那這些就是好話 我已經算了你手指來上來 打到六十年代初期 到現在來講呢 真是有成幾多 六十一年了 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這些樓在六十一年呢 都仍然保持得 都這麼好 結構都這麼好 就是因為以前呢 建築來講呢 是非常之紮實的 不會有所謂叫做 鹹水樓啊 沒有這些的 以前就有 但是這些早期那些呢 它這個建築的材料 是非常之紮實的 所以呢 六十一年了 即是最少都是六十一年了 所以呢 形成了 現在這一帶的美孚新村呢 也都是非常非常之七色的 還有這個地產呢 也都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臨近很多地鐵站 巴士站 啊 啊 啊 這是非常之好的 啊 那我們見到呢 那現在這裏呢 它有些花又很美的 那些花是不是 那些花真的很美 那碗紅水樓 那碗紅水樓 不可以大聲嗎 那剛剛那姐姐叫我不要大聲 我現在是在講話 我沒理由不出聲 那碗 不解釋 是不解釋 是告訴妳知道 現在我們不要理會它 以別人來說 它說什麼都可以的 我們不需要理會它 明白嗎 這個大自然的地方 每個人都可以說話 明白嗎 總之你不是用黑音響說話 是沒事的 你喜歡的鳥仔 你不能夠叫別人不要出聲 所以有很多這些 無謂人就是這些人 叫別人不要出聲 你傻的 我心想你 對嗎 如果你想那麼靜 你們不如走到賓儀館那邊 或者墳場那邊就靜 都是很無聊的人 所以有時候香港人 有部分這些人是很無聊的 所以你聽了就算好了 剛才我也疾了兩句 現在我們沿著這條路 一路去 就有一條小徑 是兩邊也有那些 被人游人 被人走得累的 就可以坐一坐 是非常之好的 這樣 那這裏的花位 這個擺設是非常之好的 又很美 所以如果你們的網民呢 如果喜歡拍照的 我可以推薦你們 這個荔枝角公園 就是美孚站 走過來 相信你一定滿意 因為這些景很美 不論什麼景都有 有小橋流水 又有 河花池 又有 賈山又有 山洞又有 是吧 加上這裏的樹木呢 就臨立了 是 那它 它這個整個 走了大半的公園來講呢 我感覺到呢 它的設計非常之好 不論它種植的樹木 都是井井有條的 都有一種排斥 有一種排斥的方向 這樣就不會說 又左右又這樣 它是打橫過 或者打直過的 所以形成呢 你走這裏小徑呢 就感覺到呢 它兩邊來講呢 就非常之美 這裏呢 亦都有那些 給人家玩 掌車給人家玩 就是運動下 運動下 四肢 手啊 腳啊 頭啊 並用啊 非常之好的 說真的 如果香港政府來講 是吧 都有這樣的設施 就非常之理想的 是吧 所以 香港 香港來講呢 建樹 香港政府的建樹 也都很多 這些是無可被 無可質疑的 是吧 因為這裏呢 花費都不少錢的 這裏 最主要來講呢 它不會在這裏再建屋 它盡量拿來做公園 這樣都好的 這個亦都是香港政府的得正來的 不要經常都是想著 向地產方面那裏作想 是吧 因為香港地方 也都是彈卷之地 是吧 所以呢 形成了呢 就有這麽廣闊的公園 給附近的街坊 下來這裏 舒展一下 或者在外地的 就是外區的 或者是 地區的 或者是 荃灣啊 尖卡咀啊 香港啊 那邊那些居民呢 也都可以來這裏參觀 和遊覽的 好了 今天這條片呢 就拍到這裏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